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城堡是由东罗马帝国 又称为拜尖庭帝国在十二世纪建造 城堡里面设有一个中世纪的博物馆 和一个花园的剧场 拉纳卡自公园前十四世纪以来 一直都有人居住 拉纳卡城堡是位于塞浦路斯南岸沿海大道南端的一座城堡 城堡除了保卫塞浦路斯南部的海岸 它亦都曾经成为监狱 现在就是博物馆和露天剧场 根据历史考究 在城堡之前大概十一世纪的拜尖庭时期 科目凌王朝曾经在这个地点建造了一座防御建筑 城堡的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382至1398年 塞浦路斯国王孔治的时期 当时建造城堡是为了监视和保护这个港口 亦都是为塞浦路斯东南部一系列防御建设的一部分 不过当时的城堡最初的形式已经是无从考究了 在16世纪威尼斯人统治塞浦路斯的期间 由于塞浦路斯、序利亚、巴勒斯坦海岸和西部之间的沿出口 还有其他频繁的贸易活动 拉纳卡港的建设进行了升级 其后威尼斯人统治的末期 奥斯曼帝国进攻这座城堡 在1570年这座城堡就对保护城市和港口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威尼斯人将部分不能够用于防卫的城堡建筑拆除 避免落入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 这座城堡被废棄后 于1925年由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重建 去到18世纪中叶 拉纳卡城堡 只是用来向航行经过的船隻行礼 由英国统治到20世纪中叶 这座城堡就作为监狱和警察局了 赛普路斯独立后 从1948年到1969年 城堡本身被改为博物馆 而城堡的庭园 则改为露天剧场 可以容纳200人 现在的城堡状态 就是由不同年代建造的建筑群形成 北京和 Mojvet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